12月2日下午,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 湖北武汉对接大会在红山体育馆启目 同步启动24365校园招聘服务,湖北武汉专场招聘活动 线上线下推出超50万个岗位 记者当天在现场看到,包括小米科技、高德红外、京东方 在内的230多家武汉地区知名企业入场男才 提供岗位超过1.2万个 受持简历的求职者穿梭于各个掌位前 一些热门企业短短一小时便收到上百分简历 来自陕西,目前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水利水电专业的刘毅 将求职方向锁定在武汉企业 刘毅认为,经历疫情后,武汉在相关领域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自己也是在来上大学嘛 其实的话就是,这里的经济发展还有地理位置都是还不错的 另外就是今年疫情之后,我觉得这里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嘛 觉得未来会应该会发展的增加好 所以我想留在这里吧 2017年落户的小米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为招聘会现场的人气王 据该公司人事经理谢丹介绍,本厂招聘会提供了300个涉及软件开发 会计及管陪生岗位 已经有500多名在校大学生表达求职意向 我们这几年的招聘除了就是应接生之外 还有社交嘛,那其实整个从北上馆回来来到小米武汉的 占比很高,已经40%以上了 所以对这种一线回来的同学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今年年初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不少业内人士对武汉是否会爆发大规模失业潮和流出潮产生担忧 然而,根据BOSS直聘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显示 在西安、成都、天津、杭州、南京、武汉 六个重点追踪的新一线城市中 武汉市三季度人才流入率为1.13 为上述城市中唯一历史增长的城市 因为大学在这边生活了几年嘛 然后觉得武汉这个城市还是 就是发展的也比较好啊 像交通比较便利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城市吧 我自己也是觉得 就是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肯定自己作为一个湖北人 还是对湖北这方水土还是会有一些意念的 还是不太想走远 据了解,为积极有效应对疫情影响 武汉出台多项措施 引导高校毕业生流汉就业创业 与市连相比,仅公务员招录一项就增长209% 截至10月底 直接用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就业资金支出 达5亿余元人民币 数据显示 武汉市2020届毕业生就业率 已从3月底的31%上升至11月底的85% 2020年1至11月 全市共新增流汉大学生参加社保人数27.5万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